这会儿啊,我想肯定有人说了 哎哎哎哎,塑尼了塑尼了,那字念好嘛 那在加古文里不念子嘛,知道的你就说说 不知道的,别吓呸呸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要记着这个关宁锦的防线 咱们讲一讲明末著名的女军事家的故事 叫做秦良玉 这位秦良玉将军呢 曾经带领着亲兵在山海关沿线 参加了无数次抵抗后金军的侵略战争 在整部二十四史当中 提局的女性人物啊,一共有九百多位 刨去重复提到的,也一共有六百多位 这些优秀的女性人物啊,多出现在《猎女传》当中 在史书当中,唯独独自有传的 就只有这位秦良玉女将军 明史有一篇就叫做秦良玉传 有人说即便是这样也不对啊 中国的杰出女将军多了 您比如说吧,这花木兰 穆桂英,奢泰君 还有那勒鼓镇金山的梁洪玉 往远了说还有呢 就是那个商王武丁的媳妇 叫什么,傅豪 这些不都是中国杰出的女将军吗 哎,不对啊 您像这个花木兰呢 他只出现在北朝明歌当中 这穆桂英跟奢泰君呢 只出现在戏台上 这勒鼓镇金山这件事情啊 有没有还在两说上 并且这梁洪玉 他也并不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他是这颇汉武 韩世忠的老婆呀 至于这富豪嘛 哎,没错 他确实是啊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位女将军 这富豪的事迹啊 被分别记载在200到300片之间的甲骨上 我跟您说啊 这甲骨文呢 到现在啊 我们一共发现了4672个字 其中呢 有1723个字啊 咱们搭个旗 能读懂他是什么意思 您胜病啊 您说咱们就凭着二三百块甲骨 和这一千多个字 就能捋清楚这富豪的平生事迹吗 更何况是他的赫赫战功啊 经考古佐证啊 富豪其人是没有问题的 富豪呢 是一位女将军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只可惜啊 他生活在信使时代以前 我们对他的考据啊 还是不够周全 对他的战功啊 了解的也不够全面 所以呢 这富豪啊 咱们先放放 但是咱们不会放过他啊 哪天咱们到了阴虚 好好巴掌巴掌他 自从做自媒体以来 有很多好朋友对我的支持 让我非常感动 不过呢 也有那爱鸡蛋里挑骨头了 这会儿啊 我想肯定有人说了 哎哎哎哎 塑尼了塑尼了 那字念豪嘛 那在甲骨文里不念子嘛 智着的你就硕说 不知道的 别吓呸呸 要说呀 人家说的他也没错 您看啊 这个字啊 在古音里他确实读子 那么我要是在这读了子呢 我看呢 那丁文元是乐意了 这王德成啊 就该不高兴了 要是让我说呀 这都不叫学问 您要是去了安阳 您随便找一股玩店 进去跟人聊天 您要是管那口方顶 叫后母物顶 您看人理您吗 到今天呀 人家还叫私母物顶呢 就是嘛 知道是哪个 是哪位 不就得了吗 说远了啊 咱们接着得聊聊 这秦良玉了 我呀 先把这个秦良玉 历任过的这爵位和官玄 给您念一遍 您就知道啊 他有多牛了 光禄大夫 真忠侯 少保 太子太保 太子太父 四川昭斗使 中军都督府 左都督 镇东将军 四川总兵 提督 一品告命夫人 当然啊 这里边有不靠谱的 您像那四川总兵 一品告命夫人啥的 那都是后来难明封的 秦良玉啊 他是四川人 大吐司 您可听清了 是大吐司 不光是大吐司的夫人 没错啊 他年轻的时候啊 是嫁给了石柱地区的 大吐司叫马千盛 可是这马千盛啊 没多少年他死了 人家这吐司啊 没那么多穷讲究 跟咱们汉族不一样 人家呀 直接这妻子啊 就继承了丈夫的官衔 做了这明朝石柱宣服使 这政府啊 他也承认了 这秦良玉啊 自幼好武 从小啊 就练就了一身本事 和这个马千盛 结婚以后呢 又自己啊 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武装 这支部队啊 叫白杆兵 这白杆兵的武器啊 是挺特别的 一丈三尺长的大白拉杆子 上边有尖啊 是下边有活儿 最可气的 这尖下边 他还有一大钩子 是专门能破 重甲骑兵啊 上边刺骑猴 下边勾马腿 万里四十八年 后金军呢 入侵辽东 这秦良玉啊 让自己的哥哥秦邦平 自己的弟弟秦民平 带领着三千子弟兵 去支援辽东战场 天启元年 三月 浑河一战当中啊 这白杆兵 一马当先 抢都浑河 以三千支兵力 抵数万支敌军啊 最后终于取得了 这场雪战的胜利 这兵部尚书 张鹤明在奏折中说 浑河雪战 斩敌数千 都是这石柱和有洋的 吐司功劳 天启元年四月 秦良玉 亲率三千百杆兵 就驻扎在今天的山海关 与这后金军呢 开了大小十几战 在这些战斗中啊 是胜多负少 并且啊 出色的完成了 保卫山海关的军事任务 这天启皇帝 一看乐了 赶紧呢 给这秦良玉 女将军啊 加官进决 赐这告命夫人 并进了二品官服 也就是说呀 这朝廷终于认可了 这位女将军的 军事统帅地位 并且呀 让秦良玉 立刻回川 再征集两千名士兵 前来援助 崇祯三年 皇太极再攻北京 这秦良玉呀 接到军情之后 立刻带兵秦王 取取折折 总算是大明朝 又一次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这回女将军秦良玉 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金殿嘉奖 并且是亲自接见 这次的荣誉可大漏 不但皇帝亲自敬酒 还给这秦良玉女将军 做了一件精美的锦袍 皇上啊 亲自给这女将军 配在了身上 并且啊 这皇上啊 趁着酒性 亲笔写下四首御制诗 来歌颂 称赞这位女将军 其中一首啊 朗朗上口 我非常喜欢 赎紧征袍自财成 桃花马上请长英 世间多少齐男子 谁肯沙场万里行 这其中啊 也有这皇上啊 称赞秦良玉长相呢 他说呀 是看他年灵阁上 丹青鲜画美人图 那么这女将军 她到底长得美不美啊 有这么本书啊 叫艳行录 是当年这朝鲜史节啊 在中原的建文 在这里边啊 他们提到了 这朝鲜史团啊 与秦良玉的一次偶遇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逝日行至曹章 玉马门秦氏 体肾肥 网金 靴子 袍带 巨医男子 能闻末 熟兵书 您看呢 这上边啊 倒多一半都是好话 不过呢 其中有这四个字啊 挺让人难受的 体肾肥 不过呀 我还是宁愿啊 信崇祯皇帝那半句诗 试看他年灵阁上 丹青鲜画美人图 本来嘛 这样的老娘们 即便是模样差点 那也得算得上是 英姿萨爽 您说呢 明天 明儿啊 咱们得去这个 兴城古城 讲一讲这宁愿大劫了 您要是乐意听啊 您就留言区 告诉我一声 我呀 加班加点的 把稿子赶出来啊 好给您讲故事 我是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 唯一动力 得嘞 今儿啊 咱们就到这儿 明儿见 belki 签之花 调音乐 刚才能呈现 趍